你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阿嬤 還有在鑽了很多很多農民 在這裡正做的地方 這個時間也是他們休息的時間 不一定有時候要做到更換 阿嬤常常在家裡都會跟我說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就開始彈吉他 彈鋼琴 然後他其實都會說 阿怎麼不趕快來做 趕快來種田 在那裡叮叮咚咚這樣子 他說 他就會說 這吼 水聲跟蕉聲就是最好聽的歌 這是他講的話 他說 水聲跟蕉聲就是最好聽的歌 所以不用大吉田 不用唱歌 聽鳥聲 聽水聲 就是最好聽的音樂了 他也會說 豬仔山就是最好看的風景 你不用去看什麼大山大海 也不用說我一定要跑到哪裡去 豬仔自己家裡這山的豬仔山 金黃色的稻田就是最美的風景了 這都是我們阿嬤講的話 那非常的有智慧 所以我爸爸是詩詩的人 要聽到這很好的歌 他就把它下傳 變成了一首詩 那這首詩就叫做《泥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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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 一直忙 就像我那樣 給我去廚房 拿著 我們拿著放棄 我們就 我們就吃過這錢 吃過這 我們就這樣把它放 好大路 想到 好遠路 好大路 這樣就把它放 比較不舒服 我這樣教大家 我記得 在民國三年 才有入所 我們會找一盒啦 將你吃一盒啦 日日從日出 到日落 不知道疲倦的母親 這樣說 青涼的風 就是最好的地方 中啊 藏著 都是最好的地方 中啊 藏著 都是最好的地方 的風景 水下歌 叫阿聲 是最好聽的歌 水下歌 叫阿聲 是最好聽的歌 水下歌 聲音 火動人 西九台 祝音 水下歌 水下歌